我當然不知道政府內部怎樣處理一些事情 但感覺在坊間有些處理不夠快 但我覺得有一件事就是資訊訊息政府給不到出來 最初張建宗一早一個月前就說 我們正在採購了 有三千萬個口罩會回來 原來最終是沒有的 如果這些訊息早些告訴別人 或者要不同的界別幫忙找東西 我相信不同界別的朋友一定會幫忙 但你不說出來 別人不知道你原來做不到或者買不到 一個很坦白很公開的訊息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個透明度 當然如果你看看特首 我一個星期都出來見大家的大眾或傳媒 我希望他給出來的訊息是很正面 但似乎有很多東西落後於形勢 例如是否封關、關口 你不要緊要 但現在為何會令到人在搶米、搶芝士 但你的訊息又不清晰 你說不給人留 物流給不給 物流當然他現在就說給 是沒有問題 但問題就是為何那些日常用品的供應量 給人的感覺都不足夠 為何去到超級市場 真的不見有米賣、不見有車子賣 這就令人擔心 如果你的供應是很足夠的 就麻煩你公佈一下給大眾市民 每天有多少米輸入到香港 或者現在大眾市民最關心的日用品 哪些公佈出來 那你便令到人覺得 原來有的 是吧 即是我不用搶的 但現在現實 你去到很多超級市場 很多東西都不能賣 你都沒有事實 大家對政府是沒有信心 沒有信任 現在最慘的原因 當公眾對政府沒有信心 沒有信任的時候 政府說什麼呢 正面都變得負面 或者打了折扣 可能是一件好事 但問題是 是不是 你政府的事情是純不純得過的 政府很多時候說 我聽專家說 那些是哪些專家 他沒有說什麼是哪些專家 例如現在 很多大學醫療專家 一早說了很多事情 如果他跟那些專家說的 而跟著去做 可能事情沒有那麼差 現在去到 但他又說聽專家說 但他又沒有說哪些專家 而事實上 有些專家出來說的 他又沒有跟他做 即是怎樣 那便令到很多人 很多問題 很多疑惑 有些事情如果政府做不到 就靠自己 或者有些民間 有些期望應該是怎樣做 而政府做不到 或者出不到效果出來 那便為了教自己 即是好像口罩一樣 如果你有充足的供應 每個人每天都能買到 我用不著自己去做 是吧 我又不可以說 政府一定跟市民作對 只不過 可能他的主觀議員 認為他那種方法 是比較適合一些 是吧 或者他身邊有一些謀神 或者專家說了一些建議 跟著他自己分析過之後 認為那些專家謀神的建議 比一般大眾市民 在外面放假提的更加好 是吧 這個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但始終 例如好像保護衣物 我們2003年沙士 仿織界曾經捐過 做過兩萬件保護衣物 送給市管局 這個我們是有經驗做過 所以為何我們主動再 offer回政府 有需要我們真的 stand by 隨時可以幫忙 這個訊息就給了政府 但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回覆 說是否需要我們幫忙 這個我們是有經驗做的 不是說 只是講字 我覺得這個已經是過了事了 我相信社區爆發已經開始了 但是期望不要說是很大規模 尤其是我有時候最不明白 就是2月6日 當政府公佈說 會 2月8日正式封關的時候 為什麼不懂得做 你有兩天空窗期 那些人 那些兩天的人 那些十幾萬人進來 好像不是 四十萬人進來 那你怎麼擔保幾十萬人進來 是沒有隱形的帶菌者 是8日之後進來的才會有隱形帶菌者 6日至8日中間那些 就不會有 這個是很難令人明解的一種決定 如果是要做2月6日公佈的時候 就立刻停止了它 反正都要做 為什麼要等2人 這個是我們最難明白的一種決定 所以現在可能就是 這幾十萬人 在這兩天進來香港 其中一部分是隱形帶菌者 絕對不出奇 然後現在的社區 你就看到 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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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出現 爆發了 在過往那段時間 反而 個案是零星的 是忽然之間這兩天 就以 10計 20計 出現了 沒有了 已經做不到 太遲了 太遲了 100億基金當然 提出來當然好 你準備一塊錢是幫手的 但至於怎樣幫呢 現在沒有耐用 沒有餡料 怎樣做 需要經財委會 完全不知道 如果要經財委會 我覺得有些 真是未知之數 因為立法會 財委會都開不了會 開不了會 你怎樣去審批呢 所以這個 會不會是無料奇地拖 我都回答不了 還有最基本的就是 告訴別人 你那100億的房疫基金 是做甚麼呢 是幫助一些 結業的企業 失業的市民 病了的朋友 還是甚麼呢 麻煩政府先講清楚 老實說 他提出的百億基金 不是一件壞事 但是說了之後 你沒有內容 是沒有意思的 等於你 2月6日說 我會封關 2月8日 但2月8日有一群人 進來 你怎樣去追蹤 怎樣去防控 根本做不到 再者 2月8日進來 那些 市民也好 國外人也好 你怎樣去把他14天去隔離 是真的令到他們乖乖地在家隔離 還是他真的出了街 你都不知道 有很多政策 你推了出來 原來是那個運作 是運作不到的 或者沒有效益 這些是沒有意思的 就是給人的感覺 是 你是做了些事情 不過做了些事情 是完全沒有用的 那你做 不做 可能做得比不做 有些市況百分百差的沙士 在沙士那段時間 我們做零售、飲食、旅遊 當然是很慘的 但我們出口沒有事 為甚麼 你出口 你不是把病情出口出去 我們是貨品出去 但現在最慘的事情 國內都有這個重大的疫情 比我們更加嚴重 現在我們在國內的工廠 很多都未能開工 我接著買的訂單 根本無法生產 無法交貨 所以現在事實上 百業都是淒涼的 我相信從來未遇過 是這樣的情況出現 當然 期望病情盡快過 過了之後 再重新起步 看看重傷程度有多傷 現在一定有重傷 現在很多企業盡量去頂 他們先停業 也不是叫結業 停業後 還未叫倒閉 指著蝕或血 期望短期內捱得到的 或者有些 即是說不好聽 即是吃老本 有些老本可以吃力頂一磅的話 希望可以過到這樣的情況 不過現在銀行都相對好 銀行至少有些欠的錢 是還款式不還本 或者欠的借貸可以延遲去還 甚至乎這段時間會加額給你周轉 這些在銀行方面幫到手的話 都會令到企業可以捱得下 如果不是 我相信這個結業潮 我相信也挺可怕的 羅子任羅子剛說 他都說失業率可以到達5% 任他說 我相信這個問題 派錢當然在這些時間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現在的問題 那些人不敢出街 那你有錢 你都不會出來花 那你變成是否有那個效果 未必有那個效果 反而政府可能要考慮准遞派錢 不過可能疫情差不多完結了 那他就派錢 等到別人有錢去積極消費 所以現在可以考慮 你知道了 政府很多時候 就算派錢 他都要時間 什麼行政 機制 各方面 可能他做定 可能做定 到時用都不頂 或者到時用得著膚不頂 這個是有幫助的 但當然我們認為 拜消費權比派錢好 因為你始終派錢 你拿了錢 有些人不會出去洗 或者拿去日本旅行 洗了都不頂 如果只是給本地消費 這個就會增進變幫助 例如一人派一萬 你七百萬人派七百億 是好像很多錢 但對於現時 特區政府存了這麼多錢 七百億不是什麼問題 那你派了七百億之後 到時大家花費呢 就可能不只花七百億 因為例如你一萬元 你花了九千九百元的時候 你還有一百元就不會浪費 你可能繼續出去洗完 你自己倒貼多九百元都不頂 所以如果派七百億 可能花了一千億出來都不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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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